要不要注意哦 请各位你这个地方 一样嘛 跟office一样嘛 这边有个储存 对不对 那请各位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存在桌面上 桌面上呢 这边的话你给他一个名称 给他一个党名 比如说这边的话就是第四 第2章或什么的 那我习惯在前面加上一个日期 比如说今天日期 今天是15号好了 1002年3月15号好了 OK 然后按个safe储存 然后后面看你要不要加一个名称 比如说是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第 这个是 叫第2章 或者第2篇第2章 反正你给他一个 或者入门题也可以 OK按储存 储存之后呢 请你把那个cad的务必 一定要关掉 你都大概先画起来 然后一定要cad 不一定整个关掉 你可以有两个叉叉嘛 你可以关里面这个叉叉就好了 关里面这个叉叉 至少要关里面叉叉 或者整个关掉也可以 然后再把它缩小 你可以看到这边不是有cad 那这个cad的档案 在里面是这个图示 可是因为我们外面没有cad的软体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档案 储存在我的随身碟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请你怎么样呢 把这边移开来 对不对 第二个呢 请你把它怎么样呢 按住不要放 往外拖拉出来 放开 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的外面的桌面上 就会多一个档案 就这个档 但是各位不要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边 是一个这个图示 为什么 因为外面没有cad 所以会变成这个图示 它无法打开 那如果说将来你 到了你家里 或者是说你现在是来上课的话 那假设 因为现在是来上课 这边理论上是不会有这个档 所以我把它删掉 比如说里面这个档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你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把它搬进来 很简单嘛 你就从你的随身碟 或者放到桌面上再把它这样 拖进去就好了 那你下一次有没有 就可以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来就好了 差别就只是拖拉来 拖来去 拖去而已 其他都一样 ok 你在你家里也是一样 特别注意这个环境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它只能在那个32位元的环境下执行 32 如果说你现在电脑太新 恐怕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XP的环境 在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一下 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Windows XP 这个SP都是32位元的 那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是Windows 7 如果Windows 7 我的电脑按右键内容 如果是32位元的 那没有问题 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64位元的话 那就会有一点问题了 就是装那个模拟器 就会有一点问题了 你可能要去抓那个 Win7有那个 针对64位元的那个 那个那个 虚拟机器的驱动程式 可能要找一下 如果你32位元就不会有问题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不然你回去 怕你买的电脑太新了 像Win8 就会有问题了 Windows 8 就装虚拟机器 好像目前没有资源 反而Win7有资源 OK 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储存的时候 特别说一定要先把它关掉 或者整个关掉都可以 然后存在你桌面上 再把它存起来 那下一次也试试看 存出来之后 再删掉重新放进来看看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因为如果你下一次 你如果把这个 虚拟机关掉之后的话 里面的档案 就会 还原掉了 就会 没有了 所以你今天做的 这个 就会不见 好